現場狀況如何 有沒有發現 警方接呼報案民眾 稱有人打群架 趕緊到民宅查看 回答 有沒有發現現場 明顯有棍棒敲擊聲響 好幾名員警 小心翼翼爬上樓一看 他不在想爬 對啊對啊 人這樣得 喂 學長 三棟五 到達現場 練習劍道沒有打架 發現是烏龍一場 原來只是一群人 聚在一塊練劍道 沒有人在打架 但警方也不敢鬆懈 警方在第二間戲訪查 民眾 確實沒有發生打鬥的情形 居然過周遭的影像 沒有可疑情況才放心 4號晚間在彰化市 中山路這一處民宅 三樓傳來這個聲音 以及廝殺聲 讓民眾經過 誤以為幫派分子在打架鬧事 警方也立即出動 快打部隊 趕到現場衝上樓查看 沒想到是十位熱愛 劍道的民眾組成的劍道社 差不多十多年了 八點半到九點四十歲就打架了 差不多十多年了 那這是每天啊 沒有沒有 每兩百四而已 劍道活動維持了十幾年 租下民宅三樓一週另一次 當地的民眾早已習以為常 沒想到聲響驚動的路過的民眾 警方就怕鬧出人命 出動超過二十名警力 索性只是虛擬一場 七月新聞城中張華牆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